我們來看這張圖 我們可以從右半端開始看 就是我經常在提 疼痛其實是源自於關節不穩定 那你的關節為什麼會不穩定 其實他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肌肉會延遲反應 你希望某個肌肉出來工作的時候 他會延遲個半秒 或一秒才開始工作 那這就會產生一連串的代償機制 導致你的關節不穩 然後最後產生疼痛 那當你關節不穩定的時候 其實你會限制關節的活動角度 關節的活動角度 比方說你站在一個氣球上面 氣球很不穩 你會發現你就蹲不太下去 因為不穩定會限制每個關節的活動 所以你的活動角度縮小 你的動作幅度就會縮小 那疼痛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三部曲 他可能你跑步或登山的過程中 肌肉會產生緊繃 但緊繃的過程中 你不太會注意到他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在運動的過程中 體溫上升 對於緊繃感的敏感都會下降 所以你不太會覺得好像哪裡緊繃 那他會緊繃你再不去理會他 繼續運動的過程 那你就會產生不適 那最後會產生疼痛 所以之前有一個人問說 我會不會跑一個拳馬 然後得退化性關節 我個人覺得如果在訓練的過程中 有注意到這些訊號 不太可能一次就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 或嚴重的受傷 所以在運動過程中 你還是要去留意這些訊號 那關於關節不穩定的情況呢 其實他有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肌腱帶或半月板受損 他的關節會不穩定 因為肌腱帶、半月板 這些其實都是去維持關節穩定的一個元素 所以當這些元素有人受傷的時候 就會導致你的關節不穩定 那另外一個就是膝蓋積水 就是有人膝蓋積水 有幾個學生他膝蓋積水 然後蹲下去蹲不太下去 那他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說膝蓋積水把他積水抽掉 其實他的關節就變穩定 那疼痛就不見 那接下來就是發炎 就像是退化性關節炎 或膝蓋的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肌肉 你的肌肉延遲反應的情況下 你關節會不穩定 關節不穩定的情況下會疼痛 那我們有些人就看醫生會打PRP 或者是葡萄湯鞍 其實主要都是在這一關 因為你肌肌肉延遲反射手的情況下 他會幫你打PRP 希望他快速的恢復 所以在這一個地方 如果你想說打針啊 或者是開刀 到底是在處理哪一個 基本上是處理這個地方 但是組織疫狀 我覺得他是一個結果 不是一個源頭 所以你可能處理完之後 這個問題還是會發生 所以你來去找實際產生 這些症狀的源頭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邊右邊解釋完之後 我們來看左邊 到底誰會導致肌肉延遲反應 其實第一個就是你的體液失衡 比如說水分喝不夠 電解質失衡 或者是你的能量補充不足的情況下 就會導致肌肉延遲反應 那這個其實都很容易測試 比方說上課的學生 或講座的學生 他都沒有喝水 那我們就讓他喝水之前幫他測試 囤大肌的肌肉反應 他反應就變差 他可能喝了水之後呢 他反應就變好 那電解質也是 你可能運動過程中 都沒有補充電解質 那你的肌肉的反應就會越來越差 那像能量補充也是 就是你在運動過程中沒有攝取能量 那你的身體缺乏能量的情況下 你的肌肉也會不工作 那第二就是缺乏活動 就是當你不活動的情況下 你的淋巴系統會阻塞 那阻塞的情況就會導致肌肉延遲反應 但是在肌力訓練那本書 其實有提到它的關聯性 那第三就是顧料運動 就是其實當你 比如說我經常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跑10K 可是我卻去抱一個拳馬 你沒有規劃好的訓練計畫的時候 你在跑步的後半段 基本上你很容易出現疼痛 為什麼 因為你的能力可能現在只有10K 可是你卻去抱一個拳馬的距離 那你就很容易產生疼痛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視自己人類去抱比賽 或者是訓練 那接下來就是筋膜緊繃 筋膜緊繃就會導致關節異位 關節異位的情況下也會出現肌肉延遲反應 那我經常提一個例子 就是你在人家要整骨 或調整骨盆或調整什麼 原則上你要先去放鬆相關的肌肉 再去調整關節才有意義 不然我直接把你骨盆調整回來 比如說有些人右邊骨盆前傾 那我用關節鬆動速把右邊前傾回來 但是我再去做這個深蹲的時候 其實它骨盆前傾又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關節異位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筋膜緊繃造成 所以我們要先處理筋膜緊繃 那關節異位可能就好了 那肌肉延遲反應就不見了 就沒有後面這些問題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不適合食物就是你可能喝咖啡 肌肉會延遲反應 這測試方法都是一樣 我們測試它的臀大肌的肌肉反應 然後讓它喝咖啡 喝咖啡完之後再幫它測試 這個臀大肌的肌肉反應 它會變鈍 那NG食物就是油脂含量太高的食物 或加工太多的食物 也會導致肌肉延遲反應 所以基本上在五痛得三肌肉訓練裡面 其實要講這個架構 講說每一個地方應該怎麼處理 當然 我有沒有想要去看 這肌肉就會不會得到 大肌肉的腌肉